哈喽,圈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呆呆 今天在我的世界中文论坛上面,呆呆找到了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名字叫做游木帐篷 在我身边的这几顶帐篷呢,就是它的成品展示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帐篷啊 这个帐篷和现实中的帐篷啊,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个帐篷更符合我的世界里面的这个风格啊 然后用石块进行搭建出来的 只不过这个石块有点不一样啊 这个石块是上了颜色的和图案的 嗯,感觉看起来还是美伦美奂的 不过当我们进入这些帐篷之后呢 里面就焕然一新了 这个帐篷呢,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先进这个比较大的帐篷里面 好的,我们进去之后呢 像是穿过了一道传送门 这个帐篷的内饰啊,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这个帐篷的内饰啊 是带带我自己装修的 怎么样,还挺不错的吧 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啊 里面只有这个篝火 剩下的都需要这个玩家进行装修 因为作者并不知道 玩家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 所以呢,就交给小伙伴们自己来装修了 然后我放了床,放了工作台,放了箱子 好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最重要的就要来了 因为它是游牧帐篷 小伙伴肯定说了 游牧游牧,这些帐篷肯定是会带走的 是不是,对,小伙伴们看到我手里的这个锤子了吗 这把锤子呢,可以带走我们的帐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如何制作的啊 这个锤子呀,是两个金块,两个木柜 另加一个帐篷帐篷 帐篷帐篷的制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两个羊毛就合成一个帐篷帐篷了 我们只需要拿着这个锤子 对着我们这个门 轻轻的点击一下 这个帐篷啊,就被我们收到背包里面了 这个帐篷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放出来的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位置 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就已经放出来了 然后拿着我们的这个锤子啊 轻轻的点击一下 好的,这个帐篷啊,就已经出来了 所有伙伴们不用担心 我们再次进入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物品啊,还都是存在的 所以非常方便玩家拿着这个帐篷啊 去探险或者是去旅游 好的,我们直接出去了 因为这个帐篷的大小啊,也都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呢,我们进入这一个帐篷 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个帐篷呢,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可以满足不同文家的需求 然后呢,我们再进入这个帐篷里面 每个帐篷所用的方块也都是不一样的 看小伙伴喜欢用哪种帐篷 然后我们就可以制作哪种帐篷了 制作帐篷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啊 只需要羊毛啊,木棍啊,什么 加一些金属材料啊,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 因为制作帐篷的这个工艺啊,比较复杂 所以小伙伴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世界中文论坛上面 去下载这个模组,并玩耍一下 好了,然后我们今天的模组介绍呢 就给大家到这里了 如果小伙伴喜欢的话,就给大家点个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